第27章 后印象派 后印象派指的是印象画派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绘画流派 你还记得吧 莫奈的作品就是印象画派 印象派作品中光线最重要 后印象派的创始人是保罗·赛尚 与马奈和莫奈一样 他也是法国人 赛尚最初也是印象派画家 但他想把印象派作品画得更具立体感 能够像古代大师的绘画作品一样长存不朽 后来他的作品果然更具有立体感 不过他没有哪一幅画可以像那些经典作品一样有名 赛尚一生都在辛勤地画画 但一直都不出名 直到去世之后才开始受到大家的喜欢 他在世时一幅画都卖不出去 因为没有人愿意买 不过幸运的是 即使画卖不出去 他也还是有足够的钱生活下去 另一个后印象派画家 要比赛尚年轻 而且生活经历也完全不同 不像赛尚那样在法国南部农场过着平静的生活 他的名字叫做文森特梵高 是一个荷兰人 他曾在一个画店工作 但每次当他觉得顾客想买的话 其实都不好时 他都会忍不住 说服他们别买 所以他完全适应不了这个工作 后来他又做了几个月的老师 但是我想他也不可能是个好老师 因为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 再后来他决定成为一个牧师 但这个想法也没维持多久 因为他很快就厌倦了他就读的牧师学校 所以他就去给比利时的矿工们传教 他非常同情那些可怜的矿工 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 自己却差点饿死 而且从那个时候起啊 他就开始为这些矿工画画 他弟弟寄钱给他维持生活 并资助他回巴黎学习绘画 之后 梵高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 在那里 他画了许多画 梵高接下来的经历 非常的悲惨 他渐渐丧失了理智 经常发疯 他时常去的一家咖啡馆 有一个女服务员跟他是朋友 有一天 这个女服务员问他要一个礼物 他开玩笑说 如果你实在没什么可给的呀 就把你的一只耳朵给我吧 结果 圣诞节快到的时候 这个服务员收到一个包裹 他以为是一个圣诞节礼物 但打开包裹一看 Oh my god 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只耳朵呀 这个服务员吓了一大跳 后来有人发现 可怜的梵高一个人躺在床上 神志不清 右耳朵被自己给剪掉了 梵高被人送进了疯人院 在疯人院待了一段时间后 他的病情有所好转 又画了许多画 但他的精神病啊 总是不断的复发 后来又一次病情复发时 他开枪自杀了 第三个后印象派画家 叫保罗高庚 也是法国人 他的生活也和赛上不一样 差不多和梵高一样的离奇 高庚离奇的生活很早就开始了 他很小就离家出走 搭上了一艘船去航海 到过世界许多地方 后来他回到了巴黎 开始经商 据说啊 有一天高庚在街上走时 突然看到一个商店橱窗里 摆了许多画 画的颜色都非常明亮 跟他在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 看到的颜色一样鲜艳 这些画深深唤起了高庚 航海的记忆 所以他立马打听这些画的作者是谁 就这样啊 高庚结识了画这些画的印象派画家们 接着他自己也开始画画 所以如果高庚当初没有离家出走去航海 他可能也就不会成为画家了 高庚后来和梵高成了好朋友 在梵高还没有发疯之前 他们俩甚至一起住过一段时间 不过后来 高庚搬到了法国另一个地区 高庚一直都无法忘记 他在航海时去过的那些漂亮的太平洋热带岛屿 所以有一天 他再次收拾行李 航行到了塔西提岛 在那里 他找到了自己最喜欢过的生活 他像岛上的原住民一样生活 完全不像受过文明教育的白人 他最好的几幅绘画作品 也是在塔西提岛完成的 这些作品的颜色都非常鲜艳 极具热带风情 画的是岛上的居民 玩乐 休息和工作的场景 正是因为这些画 高庚才成为名画家 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一集的图文赏西中 看到我们这些后印象派画家的精彩画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